藍白呢 雖然說這次落選了 不過呢 卸票還是要的 檢討還是要的 我們先來看敗選檢討的 一百種理由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柯文哲給小草的一封信 一月十七號寫的 他說呢 在新的議會當中 他要提一個叫做不在籍投票 如何做網路的投票 民調都有提供原始資料 至少不會是造假 民調封關之後的國家警報 之前收到的嘛 大家都收到了嘛 收到幾封呢 我收到三次 還有操作棄保影響選票 一月二十一號呢 他說在臺北的榮興花園 是柯文哲的第一場卸票 但前立委郭正亮認為 他說啊 當事人呢 在這開票後的表情最準了 柯文哲內心是高興的 因為呢 他的票有開出來啊 他比政黨票多六十萬 他說看到這個投票數 就知道二零二六大有搞頭 議員至少搞個一百 習一定有 二零二六就有一支軍隊了 但是接下來還有幾個指標要看哦 首先 民眾黨對於國民黨 國民黨是千萬不要大意 第一國會的聲量 第二要改革 第三呢 柯是一人黨 掌握八席哦 這個朱立倫 hold的朱立院黨團嗎 好國民黨的部分呢 我們接著來看啊 朱立倫說啊 改革已現曙光 團結已經凝聚 修灰了智氣 末散了團體 一月十九號 新北出發 請聽檢討 所有責難一肩扛下 繼續忍辱負重 改革培育更多人才 堅定的奮戰到任期結束 但是這一次事實擺在眼前 來導播我們看這邊 南部輸了七十萬票 同時呢 藍白河的破局 還有國民黨要 必須更加謹慎的 年輕化不足 年輕的票拿不到嘛 那什麼原因呢 大家對國民黨沒有信心嘛 這次事實擺在眼前 我說年輕人 那如何讓年輕人 更加的了解國民黨 甚至喜歡國民黨 再接下來把票 把票投給國民黨 我想這四年有時間 但是動作要快 必須要大破大力 要有改革 否則四年後 跟現在不會有什麼差別 前立委蔡政員說 黃珊珊做了四次講民調 科不懂才被糊弄 但是現在不用再談民調了 應該要批評民進黨 用行政手段 打壓年輕人投票意願吧 並且要推動不在即投票 讓想投票的人 可能他卡在工作啦 他沒有辦法說 真的請一天的假 回家去投票那些人 也有行使公民投票權的機會吧 很多在國外 甚至還有通訊投票 就是譬如說 我之前在紐西蘭的時候 你就算人不在紐西蘭 你可以透過提前通訊投票 你把票寄回去就可以了 一樣可以投啊 國外行之有年啊 台灣不是首創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做不在即投票 還沒有做到這種更難的 所謂通訊投票 好醫師沈正南認為 柯文哲最該反省的是 藍白河才是當初正確的選擇 他以為 2028有機會當總統 年輕人長大更多人支持 我說不會 2028支持頂多兩成五 只會更少 除非願意藍白河 柯若 2028還是比以藍營 結果只會更慘 好那現在中選會做出回應了 因為網路上不是有很多說什麼 做票啦什麼的 網傳做票的不實訊息 已經將造謠的案件 移送法辦 就是現在呢要開始來調查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了 國民黨呢在選後召開了第一次的中場會 朱立倫在會上呢也表明不會辭職 忍辱負重做到任期結束 不過場外也是有民眾在抗議 要朱立倫來負責 那目前呢面對國民黨現階段的狀況 大多的常委也是挺朱立倫繼續留任的啦 但現階段呢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完成國會的藍白河 成為在野最大監督的力量 那中常委謝一鳳也喊話民眾黨 如果真的跟民進黨國會合作 那真的是辜負選民期待了 可以一走兩隻毫無眷戀 但是我聽到更大的聲音 要求我要堅定的留下來 一語道破會留任到最後一刻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不辭職 心中早有定案 只不過還是難擺平基層反彈聲浪 朱立倫根本是罪人 罪人 國民黨總統敗選後首次召開中常會 常外鬧轟轟內部也交集 究竟國會有沒有辦法拿下多數決定立法 國民黨現在最重要的生死存亡關鍵 在接下來有沒有辦法守住立院的龍頭 如果我們有辦法去促成再一次的藍白合作 我想這也是主席證明自己實力跟能力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畢竟眼前民眾黨成為國會關鍵首數 然而這白色力量要和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合作 黨主席柯文哲答案難人尋味 反正有各種說法 民進黨基本上是一個部落政治 新潮流只是最大的一次部落 不要把民進黨跟新潮流畫上等線 這回綠白好默契 就在柯文哲脫口而出這句話後 賴清德馬上就宣布退出新潮流 讓國會誰跟誰合作留下更多伏筆 如果在立法院就是就政府就是政府院長的部分 與民進黨合作 我相信那就是辜負了所有台灣選民的期待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說我們會走自己的路 例如我們當時就曾經講過 重要部會的人士可不可以到立法院來聽證之後再任命等 想最大化監督的力量 國民黨再次釋出國會藍白河展現誠意 但面對柯文哲態度反覆 國會局面誰也難預料 藉陳信時文賢台北採訪報導 就連資深的媒體人 李彥秋也看不下去了 首先呢這個大選落幕了 國民黨雖然說輸掉了 但是國會搶下了第一大黨的地位 不過呢選後還是出現了一些聲音評說呢 要朱立倫辭黨主席他覺得很無聊 因為接下來重頭戲應該在立法院 所以他認為呢朱立倫不用辭 但是他也必須要給支持者一個招待 就是當初為什麼堅持要藍白河呢 他說如果現在國民黨仍然忍氣吞聲 擔心立院民眾黨倒向民進黨 讓韓國瑜選不上院長 國民黨最好有心理準備 繼續被柯文哲玩弄在鼓掌之間 那會讓支持者看不起 他提到如果選舉要下架民進黨 那選後就綠白河 其實也不用太驚訝啊 因為他說忘記問柯文哲 你打電話祝賀賴清德了沒 他應該不會像對侯友宜那樣 讓你在線上等十五分鐘吧 你知道侯友宜有打電話給你致意 你也有風度的回電 衛免他了嗎 最後李彥秋提到 他說政黨輪替是目標 但是找回台灣的正直善良與是非 才是許多選民的期待 同時呢他說 要展現出綠白不一樣的品德 做一個忠誠的反對黨 可或可稍稍彌補對支持者的虧欠 這是李彥秋呢 他最新的這個發文 他認為呢 如果接下來綠白河也不用太意外 但是國民黨到底能不能奪回 在立院的這個主導權呢 現在就有很多聲音嘛 要朱立倫下台啦等等的 但朱立倫先前也做出回覆了 他說他不會死忍辱負重 那前立委蔡振元氏表示 他說其實朱立倫在立委 提名的表現是不錯的 也算是將功補過 重點是明知藍白不合 侯友宜就不可能當選 朱立倫為何放任主戰派的聲音放大 讓藍白最後走向破局 他們立法委提得不錯啊 將功補過啊 不必對他太苛責啊 可是這些零零總總累積起來錯 你朱立倫從一開始就主張要藍白河 為什麼最後搞到最後 被人反被派聲浪這麼高 你是主席怎麼當的 最後你沒辦法質疑藍白河啊 如果藍白河成功啦 你用一個公平的機制 馬英九那個是國民黨命運的關鍵 我這樣講得好 他好不容易半拐半騙 把柯文哲騙到辦公室前六點協議 你沒有主動去破壞他 破壞他六點協議不能怪柯文哲 國民黨責任很大喔 我公開講喔 不是嗎 國民黨責任很大 明明就是三比三的可以延長賽 你幹嘛硬要給黃三三找一個理由 你硬要說五比一啊什麼什麼八比一啊 這是絕對是錯誤的啊 那就是國民黨檢討 你為什麼不能冷靜客觀選戰形勢 這一局沒有藍白河 侯有瑜不可能當選 柯文哲也不可能當選 我最早什麼時候都講了嘛 你們民調也顯示這個情形啊 你為什麼不聽呢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大頭正 講那個候選人高興的話 那國民黨傳統很糟糕 提名誰是候選人 整個黨都聽他的 然後那個人又沒有本事 又要聽他的總幹事的 全部被拖著走 這國民黨損失超大的耶 你以為四年後一定贏得來了嗎 我跟你講更困難 第一個你還是要面對藍白河 第二個你還要面對什麼 面對一個更加精強馬撞的賴清德 這是個事實 你不能說 戴清德會從此繼續軟下去 現在是民進黨因為有疫苗問題 有種種問題 才能執政八年的一個總清算的問題 所以對你民怨有六成以上 需要你民進黨下台喔 那你這個時機是最好讓民進黨下台 你錯過這個時機喔 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那麼先前往 還會想要做好 我要開除 你 download 先看 請問 atkod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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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